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外岛地区一直到周日之前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海边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详细的降雨状况我们才来关心到 其实今天摩羯的外围环流替台湾附近带来了水气 天气相当之下是比较不稳定了 包括像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甚至到高屏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中像是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可能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而其他地区主要还是多云道情的天气 而中部以南地区则是要留意到 午后的雷震雨的部分 而明后天可以看到受到风向的影响 清晨在西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震雨 而台风则是持续的影响台湾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虽然整天还是有间歇的短暂震雨 但是雨势会比今天再稍微减弱一些 而其他地区天气都还是差不多的 一直要到周日以后台湾环境改缺东北风 偏常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偶尔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多云道情同样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不过其实今天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温度还是相当的高 因为天气几朗再加上台风外围环流的沉重作用之下 其实在周五之前天气都还是比较炎热的 今天各地高温普遍是落在33到35度 尤其是可以看到在新竹以北还有高屏跟花冬地区 气象树都针对了这十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 可能出现连续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而且是不排除会一路热到傍晚 所以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最后几点气象小丁丁要提醒大家 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很炎热 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盛防热伤害 而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今天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不要淋到雨了 最后带你来关心到各地的 伤心温度预测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